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 澳大利亚是中西舆论的交汇口 是央企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着力 目前中国中车在澳已交付超过两万五千辆货运货车 八百多辆双层电动列车 获得四百五十五辆大容量地铁列车合同 在扎根市场服务当地的同时 中国中车也积极参与中澳跨文化融合建设 澳大利亚是很多珍稀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当地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生俱来深入骨髓 去年 中国中车在第三届中澳文化节上推出 中车人眼中的丹顶鹤主题摄影展 向澳大利亚观众展现了中国丹顶鹤及其栖息环境的大美与神秘 轨道交通摄影展 共征集作品近四百幅 百分之七十来自澳大利亚人投稿 使中车企业文化在当地精美直观地融合和展现 工厂开放日 拉近了企业与民众的距离 增进了中澳双方员工和家属的友谊 中国中车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把一辆辆搭载着国家形象和企业品牌的友谊列车 开进当地人的心里 今年 中国中车积极推进两个中国书架在莫维尔镇的建设 除了时代电气工厂 我们还与当地市政图书馆联系 提供三百本精美的英文图书供市民借阅 扩大中国文化的传播 借助澳洲铁路线上站 我们精心制作了邀请台 对中国书架发布落地预告 中国中车始终坚持 造最可靠的产品 做最可爱的人 我们将继续扎根澳大利亚市场 树立央企品牌 讲好中国故事 风雨无阻 与澳同行